今天獨立在線呢 我們一樣要跟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 娟儒一起來連線 娟儒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知道每一年的這個跨年 經常會有很多的這個煙火的晚會啊 然後也看到很多的這個影視的紅星 到處在跑突到處在表演 當我們看到今年大最紅的 大概就是姊姊謝金燕 那可是這個每年的這個所謂的 跨年晚會呢 這個煙火的表演 其實都會讓人家有很多很多的批評 特別是浪費資源 但是今年其實 其實跟去年一樣 有一場的跨年晚會也在於這個 在這個自由廣場在凱塔特蘭大道舉行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場的不一樣的跨年晚會嗎 今年呢 由廢和行腳的行動來舉辦的倒數跨年呢 邀請大家來到自由廣場 從2013年最後一天的晚上 延續到凌晨12點來跨年 而且呢 以喊著各個議題的口號來代替我們 傳統的10秒倒數 而且還設計了爆破核廢筒道具的行動 一點也不輸這個煙火施放的震撼 而且他們還延續到隔天1月1號的元旦 這一天呢 在總統前面舉辦了反核升旗的行動 再在的呢 讓這個關心台灣社會運動的人呢 有一個很不一樣的跨年活動 呃 今年的這個跨年晚會哦 在自由廣場舉行是由廢和行腳 這樣的一個團隊來舉辦哦 我們在節目當中 其實也跟大家 呃介紹過廢和行腳 在公庫的這個影片當中 也記錄了好幾場廢和行腳的活動 可是我想還是有些朋友 並不太清楚所謂的廢和行腳 他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 什麼樣的單位 廢和行腳呢 是由全台反核的人一起集結起來的力量 那他們做這個行動呢 是從去年 也就是2013年的國慶日 10月10號開始 起走呢 是從這個核四場開始出發 那他們與全台的反核團體接力行腳 走遍全台歷經了84天 也就是兩個半月哦 那這個廢和行腳的行動 在台北跨年的2013 最後一天來畫下句點 那這個廢和行腳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是以反核 為主要的訴求的這個團體哦 那在這個跨年晚會的當天 有什麼樣的活動在進行呢 主辦單位發言人呢 是潘漢生 他說呢 這是一場公民不服從的運動哦 那他們自己也說呢 他們算是接下了去年的棒子呢 來藉由這個時候 讓所有發生在台灣的社運議題的團體 都來到這裡大串聯 那我們回顧一下去年的跨年 就是2012跨2013哦 當時的這個旺中集團 想要併購一傳媒的事件 讓許多人來憂慮 媒體壟斷的這個嚴重的問題 所以去年的跨年 是有反媒體壟斷的 反媒體壟斷 反媒體聚秀青年聯盟來舉辦 那可是呢 一直到今天呢 我們看到反媒體壟斷的相關修法 是還沒有完成 嗯的確這個反媒體壟斷的 雖然擋住了這個旺中案的 旺中的這個併購案 可是更重要在長期的法律的修法 其實很多的團體也都在努力哦 但是在立法院那邊基本上來講是卡關了哦 不過我們再把這個 這個市區往前推哦 其實在總統府前面開始這種所謂的跨年 或者是這樣一種抗爭的行動 其實也不是從去年的 上一回的這個所謂的 反媒體聚秀聯盟 其實在更早之前的野草莓運動 也是同樣的用這種方式 來表達他們的訴求跟主張哦 那剛提到說在這一場晚會裡面 其實是一個比較各樣的議題來去串聯 然後在這裡去表達意見的一個 一個集會的場所 那在當天晚上還提出了什麼樣的一些議題 另外呢 他們也有邀請這個桃園在地聯盟理事長 因為在桃園那一塊是由他負責的 潘中正老師 就是負責廢核行腳的部分哦 那他來他也談到 因為他很關心桃園在地的很多問題 不管是海岸啊 還有像這反核啊 就是環境議題以外 還有最近就是令人感到很難過 就是像土地徵收問題 像大埔造成很難堪的悲劇哦 那潘中正老師是提到了 桃園航空城的議題 那之前我們公庫也有介紹過 那這個是會影響到1萬戶的居民的 一個最大土地徵收案哦 在去年2013年底 已經通過了內政部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哦 那另外呢 還有像去年年初大概2月的時候 有做了一個臥鬼行動的官場工人 他們也來分享議題 那以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 所帶頭的這個陳秀蓮 他呢甚至呢跟大家一起期許哦 如果這個爛政府呢 還是不聽人民的抗議哦 他希望大家可以來串聯去過高鐵 來象徵人民的反抗的這個行動 是會越來越激烈 不怕政府的一個財 或是財團的槍權打壓 嗯的確在最近這幾年 我們可以看到 人民的抗爭行動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樣 同時坦白說這個採取的手段 也都越來越激烈哦 但是我們的政府 似乎又是一種不為所動哦 當然還是更需要民間的力量 更大的集結更大的對抗哦 那除了這樣的一個最後 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這些不同的議題 不同的團體來做一些表達 來談他們的議格有關系的議題之外呢 其實在整個的這個 呃所所謂的一個在晚會的當天晚上 其實還有哪些更重要的一些事情 就在這個2013年快結束的時候 倒數前呢 是由這個為土地徵收議題 站在最前線的廖本泉老師來發言 他一開始就提到說 剛剛提到有很多議題哦 那他也說他反服貌 他反和他反反同志哦 那他說他更反對這個政府 那他自己當老師有學生哦 他說有學生經常問他說 老師啊你怎麼都反對 是不是反對發展呢 那這個廖本泉老師說 他反對的是沒有明天 沒有再為社會底層謀福利 甚至犧牲底層人民 犧牲未來成就現在的這種發展 那政府呢 就是在這個不正義的過程當中 是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變成這個財團利益 財事成公共的利益 這個有點本末導致哦 那 那本泉老師是期許大家呢 可以透過人民的力量 自己奪回自己的權利 就是在這個倒數前面的 一個一番感言這樣子 在這個活動 基本上來講是一個跨年的活動 剛剛是談到在晚會的現場 我們看到了一些 這些畫面 或者是我們聽到了一些訴求哦 那除了在這晚會之外 那隔天早上還是有升旗典禮的 那升旗典禮的時候 呃這些我們的這些群眾 這些民眾沒有表達什麼樣的意見 過了12點呢 也就是2014的這個凌晨呢 他們規劃了一個反核行動討論區 讓所有的朋友來開始 呃有一個意見的討論 或是各種議題的交流 那長達5個小時 一直到元旦當天早上5點半 這個群眾呢 一起前往凱道來準備進行跳反核操 以及廢核升旗的儀式哦 可是呢他們人才一到這個凱道的現場哦 很不意外的就被很多的警察給包圍住哦 那現場的那個警察還很緊張的喊說 趕快把他們圍起來不要有空隙 也就是說就是把他們包圍在一個地方 也不讓他們進行任何行動 所以很荒謬就是 他們只是跳一個操 就是進行一個很和平的活動哦 那這個場景呢 我們看到就算到了新的一年哦 還是沒有改變 那最後他們呢 還有就是還是一起喊著口號 也就是2014終結核四 好我們在這個連線的現場看到 捐如他們家的貓哦 我看也過不期待的躁動要跟我們一起進來連線哦 看來他應該是有很多很多的不滿哦 不過這個顯示我們公庫在這個連線 真的非常非常的樸實哦 沒有太多花橋而且真的很生活化的一個一個連線哦 那最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在升旗典禮上面提出了一些這個他們的主張 當然看到所謂政府的一些荒謬的行徑這個荒謬的做法哦 那在最後有提出什麼樣的訴求嗎 對新的一年這些反核團體有什麼樣的期望嗎 呃主辦單位呢 他們其實有設計了一個輻射的圖案 那他中間是中空的一個圖卡哦 要參加的民眾呢 畫盡自己這個最珍惜的事物 像潘漢生他就把他中間畫了一個地球 然後還有很多人畫進自己喜愛的人事物 或自己的狗狗貓貓這樣子 那他說這代表的是我愛你我反核 那他們把這些大家畫的圖卡拿出來排列這個輻射圖哦 那在這個輻射圖的中間也升上了反核期 從2013的最後一天到2014的第一天呢 大家都喊著2014終結核四的口號哦 那發言人潘漢生說 今年3月8號呢 就是福島核災三週年的前夕 那反核團體呢 就將會有這個大規模的街頭運動 希望全台各地的民眾呢 都可以一起來響應跟參加 嗯我想3月8號我們也一樣會去做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紀錄跟拍攝哦 那我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在3月8號的時候 一起來參與這一場活動 當然我們也希望那天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 視訊裡面看到這一隻捐爐他們的 也可以一起來參加 他現在跟我抗議他想要出門 好沒關係你馬上可以出門囉 謝謝捐爐也辛苦了你們家人貓 謝謝我們下禮拜在空中下會拜拜謝謝 拜拜 到底這個爛探子何時才能了結哦 我們有沒有全力說 這根本是一個非常荒唐的事情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收聽燦爛時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這裡是獨立在線 首先讓我們來關心苗栗大埔爭議案相關抗議事件 大埔爭議至今已經5年 今年3號台中高等法院判決大埔四戶居民勝訴 大埔四戶居民張藥房主人張森文妻子彭秀春 與其他四戶土地遭征收的居民召開記者會 要求苗栗縣長應負起責任 此案的所有行政團隊應該向所有人與平面媒體道歉 並要求將土地還給人民 訴求園屋重建 把家的記憶蓋回來 接下來是馬來西亞新聞自由爭取相關抗議事件 為了抗議政府凍結熱點出版證 以及過去數年屢次發生的侵犯新聞自由事件 馬來西亞新聞工作者1月4號不惜貿雨上街 發動大麻史無前例的斷筆抗議 約200名記者和編輯當天下午2點集體穿起象徵憤怒的紅衣 聚集在吉隆坡中央藝術坊鄰近的八叉廣場 表達捍衛新聞自由的堅持 他們也舉行共同折斷紅鉛筆的儀式 象徵對各種侵蝕新聞自由事件的不滿 主辦單位媒體之怒發言人法迪在推特上表示 斷筆抗議只是一個開始 他們將會持續抗爭 最後是國道收費員裁撤相關抗議事件 國道收費員從今年1月1號起遭到裁撤 由於之前交通部曾經做出加發7個月資遣費的條件 而取得電子收費系統的遠傳電通公司 也承諾原薪安置收費員 但是到目前為止 高工局以不區分年資 以利7個月底薪的方式計算資遣費 而遠傳電通安置收費員的比例也非常低 收費員於是批判交通部與遠傳電通跳票 1月3號 約200名音樂國道收費電子化而遭裁撤的人工收費員 前往交通部陳情 不過人們沒有得到具體回應 以上新聞是由前一秀編輯播報 感謝您的收聽